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嗨 大家好 大家看我坐在这个车上 就知道我又要出去走走了 这些天一直是在做一个尝试 起了这样的一个题目 叫起伏新春 随意走随心聊 这也是前段时间一直琢磨的一件事 怎么让自己的退休生活过得比较丰富多彩一些 同时也把自己的退休的生活 尽可能的跟网上的朋友来进行一个分享 已经做了几期 也采用了一些不同的一些方式 那么基本上呢 都是在起伏新春里面 或者是稍微走出去一下 展现一些跟起伏新春 自己的生活有关的一些内容 那么今天的话呢 我们想能不能把镜头移到外面 从起伏新春出发 我们到潘宇 一个可能很多人不认为是潘宇的地方 但是它实实在在就坐落在潘宇的大学城去逛一逛 但是它是在2003年开始建设的 它是位于小谷为街道的一个岛上 这个岛呢 这个岛呢 听说有30多平方公里 应该也是蛮大的一个岛 那么在这个大学城呢 经过了这个差不多两年的时间的建设以后啊 就陆陆续续把广州的十个这个知名的大学都搬到了那边去 那搬去的理由呢 呃 无非是两个 一个的话呢 大学本身也是需要的发展 那在这样的一个发展过程当中啊 这个地就不够用了 然后呢 就需要有更大的这个地盘 另外呢 也是因应一个城市的一个开发建设 在整个城市的开发建设之中啊 那这个地也是越来越值钱 所以呢 限制了刚才说的大学本身的发展的一个需要 那同时呢 也是让那些闲置的一些用地呢 能够更多的用于城市的发展建设 那么所以呢 经过这个几十年的发展 广州市已经从一个我以前骑自行车半个小时可以对穿城区的这样的一个小城啊 变成了一个现在 呃 你即便是开车可能也要开一两个小时才能走到城市边缘的这么一个大城 啰嗦了半天啊 那我们还是到大学城实地去看一看 经过了十多年发展以后的大学城 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光景 那同时呢 我们在路上的时候 说不定也可以聊一聊 我对大学城的一个认识 或者说我对大学的一个理解 啊 那么跟大家来分享 展示一下 那我们就出发吧 现在出我们起步新村的大门 就从这边一路开过去 看看我们到这个大学城到底要走多少路 自从有了这条起步隧道 起步这边的车去到金山大道就非常的方便 我们现在就走到了起步隧道里面 户里面 一上这个金山大道 这边就是莫名高速 刚才已经过了金山湖的设备站 和新光大道的一个路口 我们继续顺着金山大道向前走 大家看到牌子上写的是广台高速 它其实已经不是莫名高速了 因为它已经延伸到了台山 以后应该还会延伸到更有的地方去 我们今天要走的是南沙港快速路 一条高速公路 向北很近就可以去到大雪城 在我们正前方的是广台高速的收费站 在番禺大道 最好也直接改了名字了 但是我们不上这个路 因为它跟南沙港快速还没有连接 所以我们还要走两公里 在我们的右前方就可以上到南沙港快速路 金山大道经过这些年的改建 除了建设了广台高速以外 两边的路也已经透宽 从两车道变成了三车道 应该是刚刚完成没多久的道路的改建 虽然说道路已经有所透宽 马路上的车流还是非常的大 好 原来是一辆大车和一个小车 可能发生了一些事故吧 造成了刚才一段路的拥毁 我们从七星港社会站进来南沙港快速路 直走的话呢 就是去深圳珠海火门大桥那边 我们的走走边 掉头到大雪城 往的城区方向 一山的高速公路啊 就感觉整个人都轻快了很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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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沙港快速路是专门为广州到南沙港建的一条快速路 据说当时起因是因为丰田汽车公司在南沙有个基地 专门为它建立一条支线直达它的厂区 从金山大道的七星港收费站上到南沙港快速路 大概就是几公里的路 就可以到大雪城了 大雪城虽然是为潘域区的一个小古为街道 但实际上它是一个岛 它基本上是一个四面缓水的岛 所以以前来讲交通非常不便 现在已经有南北走向的两条快速路 一条呢就是这个南沙港快速路 另外一条呢在它的东面有画龙那边的一条快速路 也是刚刚全程通车 不久可以直达黄埔那边 另外呢这个岛上已经有两个地铁站 一个是大雪城北一个大雪城南 大雪城南呢它有两个地铁交汇 一个是从南沙到市区的四号线 另外一条呢是东西走向的七号线 是由也是同样为以潘域的南站高铁站南站开始 到目前为止是到大雪城南站为止 那还在建远期的建设会通向更远 前面一公里呢就是广州大雪 还有一个牌子叫黄埔军校旧纸 黄埔军校呢就在大雪城的东面 长洲岛上 和大雪城是有一座小桥连起来的 大家现在可以看到的右侧的这些房子呢 已经是岛上的这些大雪的建筑 还有小桂采则 在区域中央面位置行中央宽的 四方岛上的街角 在天洋之上 约吟七号零 小走亚大雪城 通论放入房子 已经到了大学乘战收费站 花了三块八毛钱 所以距离还是比较近的 每次一到这个大学乘就有点晕头专项的感觉 因为整个大学乘坐落在一个岛上 这个岛上类似椭圆又有点菱形的感觉 所以它的这个路全部都是环路 我们以前到这边来都是设定了目的地 那么你就根据导航很容易找到你要找的这个位置 那今天呢我们就没有预设目的地 随处走走 我们刚才看到这边已经进入到大学乘 整个绿化环境还是相当不错的 刚才看到路牌我们现在走的是大学乘中环西路 也不去管它了 我们就随意走走 随心聊聊 最先看到的牌子呢是华南师范大学的教学区 就在我们的左手边 以前来过很多次这边 每个大学的建筑还是各有特色 但基本上来讲呢都是相对低矮 看上去比较敦实的这些建筑 老实讲也没有什么特色 现在处于八月底 应该大学还没有正式开学吧 所以我看校园里面和这个马路上空空荡荡 看不到什么人 以前来这边如果是放学的时候 很多的学生会走在这个路上 也有不少的骑着自行车 找他们的目标去 整个大学城给我的感觉是有点像一片室外桃源 但是呢缺少一些烟火器 前面看到的这些楼呢可能是不多的一些商品房 总体来讲呢 大学城它是一个可以安心学习的地方 免受很多的社会上的一些风凡打脑 但是呢我觉得过于封闭的话 对学生的跟社会的接触 和它能力的提升等等 并不是一个有力的事 大学城有十个广州知名的学府 大部分都是化敌为牢 每一个大学都有自己的院墙 或者说一个大门 但整个大学城来讲的话呢 它是处于一个封闭的状态 因为是一个岛 它四面都是缓水 这个水就有点像一个 以前的一座城市的护城河 就割绝了和外面的联络 虽然确保了安全 但是呢人也自然而然的就被它封闭起来 跟外面的接触呢就有些影响 而且它远离市区 偏于攀渝区的一个相对偏远的地方 所以呢学生在社会实践工作实习 跟它以后要找的工作这些单位呢联系 就会有些问题 那这个也是跟国内的学生们 或者说这个教育整体的一些理念 可能有一定的关系 就我们总觉得学生就是应该在一个非常安静 安全的这么一个环境里头学习 就好像我们觉得你要读书 那最好你就去到一个安静的图书馆去学习 但实际上呢社会在发生很快的变化 即便是一个学习专业知识的学生 他也是要跟社会接轨 他不但是要学习科本上的知识 老师传授的那些理论 他更多的是需要尽快的能够所学所用 能够一边学一边的能够跟他将来要用到的这些地方去做一些连接 这样的话呢 他不但可以在实践中能够巩固他的知识 同时呢也会提升他与人交流协同工作等等的这样的这种能力 那这些能力的话呢 在某种意义上来讲 他比学习那些说本上的知识 是更加重要的 我刚才看到这个右手边 还保留着一些原来岛上的一些居民 我们也不妨走进去看一看 刚才我们已经走过了中山大学 看见中山大学的标志性的一个牌坊 看到这边呢就有一些生活设施 可能就是这边住的一些居民 在这边做的一些小的商业 刚才看到本地居民提供的一些商业网点还是比较简陋 这边有个广州极限运动公园 我们的左手边就是广东外与外贸大学 前面是广州药科大学吧 前面是广州药科大学吧 开车在这个大学城的道路上还是感觉相当不错的 因为这些路都很宽敞 两边绿树成荫 整体的这个氛围相当不错 这边是华南理工大学的生活区 这边是华南理工大学的生活区 这感觉经过几十年的发展 我们国家的大学的教育的这个理念 没有太大的一个改变 我自己因为在国外曾经留过学 也去过很多外国的大学城 比方说比较古老的有牛津啊 这个剑桥啊 他也有去过其他的 包括日本的那些大学的大学城吧 有一个特点就是都是没有围墙的 大学都是开放的 体现的一个大学实际上是拥抱社会 在拥抱这个先进技术科技等等的这样一种胸怀 那我想这样的这个理念 在这样的一个氛围里头 就大家没有一种隔阂说 我是一个大学生 我是在一个院墙里头生活的这种感觉 是没有的 那么当然也就便利于你 在这样的一个学习的过程当中 其实你跟整体的社会是结合得很紧密的 那么在国外的大学生 他们在上大学的过程当中 其实把很多的一部分的时间是用于社会世界 不见得是完全学义自用 但是他们一般都会在一些社会上的一些公司啊 哪怕是一些其他的机构里面 一边学习一边工作 可能我们国内的家长们认为 这个是浪费时间 也没有必要去通过这样的一个打工来 挣自己的一个学费或者生活费 这可能是不同的两种理念吧 但相对而言 我接触到的国外的一些大学生 他们在经过这个四年这样的一个学习过程当中 他们通过这样的一个社会世界 他们很快跟这个社会就能够保持一致 很多人在大三的时候 已经有了固定的自己将要去效力的这些公司 在这样的公司里头呢进行实习 也有很多的学生在毕业之前 他的工作已经找好了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 他就非常顺利的在毕业以后 就可以进到他自己要去从事的这个工作 这个领域当中去 那我也有一些亲戚 这些年也有在国内的学校毕业 我发现他们也已经开始慢慢的 向这个方面去靠拢 有些也会早早的就找到了自己 心仪的公司在里面实习 甚至最后就拿到了这个公司的一个录用 所以这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变化 刚才看到左手边 应该也是做一些核上检测的地方 一些临时的搭建的一些帐篷 右边是中药大学的教学区 前面应该是另外一条南北向的快速路 新化快速路 这边不能直走 如果直走的话呢 就去到长岛 就去到黄埔军校 在大学城这个岛的北面 紧挨着还有一个小岛 叫生物岛 这是广州这边的生物科技 医药方面的一个基地 据说也是发展得非常不错 再往前走 大家可以看到 有一个叫岭南映像园 其实岭南映像园呢 在大学城建成之后就已经有了 但是前一段时间一直在维修 我今天早上才看到 岭南映像园 修整一新以后呢 又重新开放了 但是我们今天可能 没有打算去逛一逛这个新开张的 岭南映像园 岭南映像园呢 是一个岭南特色的一个新的园林 它里头保留着不少 当地的一些民居 传统的一些建筑 蛮有特色的 大学城还是非常大的 有34平方公里那么大 我们现在仅仅是在它的东边 前方有限速摄像头 我们看看能不能转到它的西边去 因为那边有一个广东省科技中心 听说根据规划 从广东省科技中心呢 会有一个隧道 和这个对面的洛西那边连起来 这个是广东药科大学在右手边 欢迎二一年级的新生 我想再过几天的话 就是新生都要报道了 这里有一个上坡 前方有限速摄像头 前方有限速摄像头 转向有限速摄像头 今天有限速摄像头 整体上来讲,大学生给人家的印象和非常舒适的一种感觉 左手边这边有很多的工地啊 估计是7号线的延伸线 看到右前方有个雅乐轩酒店 可能是这个岛上为数不多的一些酒店吧 广州大学城上面的十个大学 都是在广东省里面是名头比较响的 其中像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 像这些学校都是非常知名的学校 广东省应该也算是一个教育强省 大学还是比较多 而且现在随着经济的发展 对大学的支持 这些大学无论在科研、教学等等方面吧 都是有了很快的一个发展 前面的牌子写着广州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和新海音乐学院 还有广州工业大学 还有广州工业大学 我们的工业在这一层屏面 这一段路上的景色还是相当不错 就是刚才这边在建地铁的工地稍微撒风景 我们在建地铁的地铁的地铁的地铁 这边又有个村庄吧 广州的档案馆也在这里 前面看到的这座桥呢 这是我们今天从盘域过来的南沙港快速的这个桥 左手边有一片雕塑公园一样的一个地方 它正对的就是我们右手边的棕色建筑的广州美术学院 所以左手边的那些作品可能都是这些美术学院的师生们的作品 我们刚才在桥上呢 是可以看到这一片棕色的建筑 我们穿过了这个高架桥呢 它就来到了大学城的西面 西面呢也是大学 但是它的地块呢没有东面那么大 走到尽头的话呢 就是广东科技中心 左边有很漂亮的一些浑色草坪 然后呢它就是沿着这个河道 大学城有不少休闲的地方 但是呢和任何广州其他的一些能够休闲的地方一样 很少有停车的地方 要找个车位也不容易 所以我们就开着车兜一兜吧 右手边呢是广州大学 广州大学呢应该说历史不是特别长 但是呢因为它是广州市支持的一个大学 应该说发展也挺快的 前面就是广东科技 但是感觉里面都在精心 重新在一个建设 这一圈都是广州大学 看来广州大学占地面积还是很大 今天呢我们就带着大家在广州大学城里面呢 随处转转 走马观花吧 应该也没有逛得非常的全面 但是基本上可以了解一下整体的一个感觉 环境 广州大学城啊 据说有20多万的师生在这个岛上工作 学习生活 这边还有一个广州大学附属中学 现在这个中学排名也是越来越靠前了 我们已经在大学城里逛了一大圈了 前面已经看到南沙港快速的路口了 我们就原路返回吧 除了一大圈 在这边在大圈上版了 看来 不那么多人 我已经说有一个广州大学 是可怕的 只是小薄 是达置 怎么办 我现在别人 现在这边 是 现在 我现在 我今天 今天的视频我们就拍到这里了 下次有机会再跟大家一起走走聊聊 祝大家生活愉快 再见 感谢观看